从青藏高原崩涌而下的金沙江,走到奔子兰,突然拐了一个弯,就成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一处独特风光。 近日,中兴社记者沿着滇藏公路行进至茶马古道上的重镇,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奔子兰镇。 滇藏公路这条曾经用于原建西藏的公路,如今成了一条开放发展之路,旅游振兴之路。 奔子兰的郭庄舞与藏服便是最好的见证。 如今,藏族的传统舞蹈郭庄舞已成为当地各族民众节庆、农贤时表达喜悦、乐享时光的一种广场舞。 郭庄服是藏族百姓跳郭庄舞时所穿的服装。 57岁的提美从16岁开始学习藏族服饰的制作,如今在奔子兰经营一家装卖藏族服饰的商店。 提美说,奔子兰藏服色泽鲜艳,搭配巧妙,保留传统藏族服装风格之外,融入了普米族、蒙古族、遗族的包头、百折群等元素。 因其防杂的纯手工工艺,国庄服的制作技艺一度面临无人传承的情况。 国庄服饰我已经做了40多年了,对这个社会年轻人嘛,现在学这个鼠衣的是比较少,因为这个鼠衣的话是相当辛苦吧,是吧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。 如今的奔子兰国庄服,已列入了狄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年轻的边宗正式继承了母亲体美的衣钵,成为藏服制作传承人。 因为有颠藏公路,边宗曾外出传扬工作,得以接触外面的世界。 回到母亲身边后,她对藏服有了新的理解和创意。 近几年吧,就是回来,现在是第三年开始做。 做了以后的话,就是跟我妈妈我们两个想法的话,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差别。 像我的话,我的想法就是说是,因为这个服装的话,它都是比较传统的。 然后是穿的话也是,只是说是节假日,节假日什么过年喜庆的日子才穿。 然后是,像我的想法的话就是说是,能不能把它做成是,我们日常也可以穿的,比较简便的,生活上都可以穿的那种。 体美不但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女儿和徒弟,更是在这里开始培训班,让更多人学习制作华美的国庄服饰。 作为一个,咱促的这个服饰传承人,我是吉林苏五一个,这种下落。 从曾经的茶马古道驿站, 到今天滇藏公路沿线的热闹小镇, 奔子郎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前行, 传统而不守旧,创新却不忘本。 在这里,传统文化正晃发出别样的光彩。